Hello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二娛樂版 今天是2022年2月13日 星期日 今天經常都不覺得今天是星期日 可能因為今天沒有馬跑 因為昨天跑了 搞到今天我整天都總覺得今天是星期一 原來今天是 星期日 昨晚我吃飯的時候 隨意開電視看看 一開 看到無線當時在做東張西望 嘩 我竟然不讓我開心大發現 因為當時節目內容是在介紹一對新的男團 這件事我真的承認 我不爭氣 因為對這段男團充滿好奇的情況下 我就繼續看下去 嘩 當時我起碼反了三次白眼 我在這裡先介紹一下 話說大台去年組了一對女團 叫做After Class 我記得當時適逢ViuTV 《全民造星4》選女團 《全民造星4》差不多去到總決賽 即快到 還有可能一兩集 總決賽就是頭三甲就會直入女團 總之整個《全民造星4》的比賽 就是為了要產生一對女團 在他們未播總決賽之前 TVB這次很聰明 搶了頭淡湯 專門將他們再早期的星夢那幾條女 稍微受歡迎那幾條女 有少少粉絲那幾條女 組成了After Class 我當時覺得 我會說 阿屌你呀 這麼厲害嗎 這麼激勁嗎 打算吃頭淡湯嗎 人家搞女團 你就馬上 發現自己 我之前搞的星夢有幾條女 合適做女團 good fit 這次還不搶到頭淡湯 這個其實是當時 她在做After Class的時候 給我的感覺 我自己純粹是我個人的感覺 好了 說回昨晚東張西望 說那對男團 其實這對男團 就是大年初一的時候 大台推出的十人限定男團 叫做Super Tiger 而昨晚的東張西望 就是介紹給觀眾 認識多一點 這對新的男團 喂 真的不要這樣 好了 人家搞女團 人家搞男團 人家搞男團 而且這個男團 是有十個人的 就是個隊形 跟MIRROR都非常相似 介紹一下他們十位 有些什麼成員組成 其中一個就是 說她是屍毀 說她是屍毀 就是這個女神收割機 的羅天宇 就是以前拍過外匯家的 什麼馬子仁那個 不過她為什麼叫女神收割機呢 我再做一下功課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 沒有留意 好了 其次還有一個 叫做 因為早前他們這套劇集 《愛上我的衰神》裡面 說她演技備受讚賞的 許俊豪 還有在這個外匯家 惡搞過姜濤那個 即扮姜濤那個 所謂衝投的角色 叫邱子謙 還有一位 就叫做 王浩信的替身 林俊奇 因為她的樣子 真的長得很像王浩信 之後還有一個是 參加衝上雲宵大選 加入無線的 哄前哄笑 叫做魏柏豪 還有兩個好像參加成武者的 劉展廷和李兆堅 還有一個訓練班的應階學員 嘩 看到這個名單 其實我介紹完 你們都不知道是誰 總之 不認識 不認識 還有不認識 而他們所謂那個C位 隊伍裡面的C位 羅天宇就說 自己呢 在入行之前 已經想做男團 等了14年終於有這個機會 想不到我也有這個機會 比較有驚喜的 就是有一位叫做許俊豪 原來就是以前天堂鳥 就是MKPOP那隊 大家還記不記得天堂鳥那首 燈陸太陽 那首都算唱到佳之學文 笑到佳之學文 嘩 我覺得 這件事真是大成功 其實根本就 在昨晚整個訪問裡面 除了膠字 我真的想不到它的形容詞 其中還有一個 就說自己以前是個200磅的大肥仔 然後現在就減肥了 他有183cm那麼高 就說他是男神 最好笑的是 他們全程的訪問 都真的很老鑑 這個場面 他們還耳口同聲 每個人都在說 不是不給我機會嗎 不是不給我機會嗎 究竟我看了什麼 第二單想跟大家分享的 娛樂新聞 我都覺得是非常荒謬的 更一 霍順衛和少女時代的校園 兩位同時都因為 他上傳了一張穿著韓服的照片 就被大批內地網民說他們肉畫 而兩位更慘遭內地網友留言洗版 再一次引起中韓馬戰 甚至乎校園需要關閉這個留言功能 來比比風頭 話說校園是因為他擔任 Corea Contents Week的大使 所以就在IG上上傳了一張穿著韓服的照片 而下面就寫著 我們國家的韓服很漂亮 所以引來不少內地網民很不滿 為什麼會不滿呢 由於今屆北京東奧開幕禮 就介紹中國少數民族的部分 就出現了朝鮮族穿韓服的畫面 因而掀起了一場中韓馬戰 所以校園在這麼近的敏感時間上 上傳韓服照片 就被內地網民覺得他是挑撥的行為 所以去他IG洗版 令他需要關閉留言功能給風頭 而朴信偉昨天也因為上傳韓服照片之後 就加上 Korea Traditional Clothes的標籤 所以就被內地網民炮光說他肉畫 更加揚言以後不會再看朴信偉的劇 甚至有人留言說到 在你結婚的時候 中國老百姓都給你大大的祝福 在熱手榜上也出現了很久 我們都尊重韓服也理解你 但你未免在這個時候 就有點傷害中國粉絲的心了 也同時有大批韓國和海外的粉絲力撐朴信偉 他似乎沒有受到這些反對聲音的影響 一於不少理 簡單跟大家交代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荒謬 他們是韓國人 他穿韓服請問有什麼問題呢 反而當初 你東澳的時候介紹小熟民族就介紹 為何要加別人韓國下去 為何要加別人朝鮮族下去 假時間在古裝時代的時候 韓國的確實在最多名中國的名字 這次真的要用這個字 始作俑者 林鄭教的 所以 人家就算在這個時候 上傳一些韓國的 穿著韓服的照片 是撐自己國家的 又如何呢 他韓國人撐回自己的文化 請問有什麼問題呢 會不會真的太玻璃心呢 說人家是挑撥 我不明白這個邏輯在哪 即是你中國人就口口聲聲說 要愛國的是多麼重要 那別人韓國人愛國 愛自己的韓國 就是挑撥 這些到底是什麼邏輯呢 大陸女星Angela Baby和黃曉明 上月27日宣布離婚 正式結束他們六年的婚姻 不過強調是和平分手 而五歲的兒子就由大家 兩個人共同撫養 這些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所以他們離婚之後 他們兩個一舉一動 其實都會引起注目 誰不知最近就有人爆出 說黃曉明 跟這個恩環女星蔣恩交往 引起熱烈的討論 黃曉明之前就在抖音那裡 就show了一段做gym的片 身穿黑色舞咒的背心 拿著啞鈴上下舉一下她 背後就竟然見到這個後宮恩環轉裡面的女星蔣恩 在鏡頭後面慢跑 再加上她兩個都有在影片上 加上北京東奧的吉祥物 冰凳凳的特效女鏡 所以就特別令到這些網友起疑 不過 蔣恩就看到這些流言蜚語 當場也很霸氣地回應了 就說 什麼亂七八糟 我們是兄弟來的 另外有網友就提及 其實黃曉明和蔣恩 剛剛他們兩個合作拍一部劇 叫做潛伏者 是一部懸疑劇 男女主角就是黃曉明和蔣恩 他們兩個也是多年的好朋友 再加上一起拍戲 才會這麼巧在同一個景點運動 就是黃曉明的 這個又很好笑 用同一個女鏡 一起做健身 那等於什麼呢 即是黃曉明在離婚前或離婚後 除了拍了一顆baby 她是不可以有另一個女性朋友的 即是 都不行 那她就對不起baby了 算了吧 做什麼呢 是不是都要作到她兩個離婚 原來有第三者的 不是和平分手的 這樣才夠爆呢 最後想和大家分享一個 我覺得都有點同感 但有多有趣的個案 常都這樣說 不怕神一般的對手 就怕豬一般的隊友 有誰會想到 令到自己陷入感情危機的 竟然是自己親生媽媽 有位港男在網上發文 分享中伏的經歷 她就說 日前跟女朋友去到家拜年 即帶女朋友去到自己家拜年 她就說 其實她媽媽不時都會亂說話 說話不經大腦那隻 所以她帶女朋友去到她家吃飯的時候 兼拜年 想不到她媽媽仍然是這樣 一見到女朋友 就立即說 咦? 你上個星期帶回來的那個 不是這個 樓主聽到當然是打了個凸 一時都不知給什麼反應好 就立即打完場 說 媽媽新年流流 你不要用這些東西來開玩笑 之後她自己回想 對上一次帶女朋友回去 已經是三年前 是以前的女朋友 想不到媽媽竟然這樣都記錯 還要當著全部人臉的問 她就說 她女朋友聽到她媽媽說完這句話 立即就生疑了 就算她不斷解釋 她都不相信她 她就說 唉 我女朋友到現在都還未肯相信我 真是被老母玩死了 一眾網民當然是看完之後笑 就說 伯母你懂得玩嗎 你試試回答她 你媽媽有金揚眼 看看能不能兜得回 更有大家神探上身的網民就說 其實媽媽是純粹亂說話還是另有目的 擺明媽媽不喜歡 你當她傻嗎 她說 喂 你是不是忘了給家用 還是其他東西得罪了媽媽 或者會不會是媽媽要加家用的訴求 大家還記得我剛才說 這個個案有點同感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說 原因是 其實我們家人都好像試過這樣玩 話說我 譬如我堂弟弟 第一次帶這個女朋友去拜年場合 然後我們 我是她堂姐姐 我們的堂兄弟姐妹就會在笑她 玩她 咦 跟上次那個樣子不同了 這樣 然後大家都會在笑一下 當然 堂弟弟是知道我們在玩 其實堂弟弟是沒有帶過女朋友 沒試過帶女朋友回來的 而她女朋友也知道我們在說笑而已 大家都會 大家都會共識到這件事 是得到大家在說笑的 可能因為我們是同輩 所以我跟堂弟弟說 都叫同輩 就知道我們是年輕人 在那裡嘻嘻嘻 而樓主 可能因為她媽媽說 所以令到女朋友 又覺得 是不是這麼認真呢 因為我第一時間都覺得 哎呀 女朋友這麼認真 這些沒理由拆不成的 這些講笑的東西 對不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類似的經歷呢 好啦 那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到這裡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